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商家说的那么简单 据王女士讲 她将车辆送至专业维修厂发现 这辆车的修复位置和板筋焊接位置均显示 这辆车一次发生过重大事故 而且右侧的两个车门都无法对齐 王女士表示 当初购买车辆时 商家提供了该车的保检记录和维修记录 从车辆信息来看 维修痕迹为五处 从维修明细表来看 这辆车的正常修复位置 和王女士发现的椅子板件焊接位置 有明显差异 王女士在发现车辆 一次出现重大事故之后 找到堂哥和车商讨说法 希望能够退车 可是当王女士找到车商之后发现 事情远比她想的要更加复杂 发现车辆问题后 王女士联系到自己的堂哥找说法 可王女士堂哥表示 自己就是中介 因为车辆是从二手车行那里购买的 出现问题还得找车行 我也都告知客户了 就是车收回来什么样 车框什么样 然后我告知的客户是什么样的 中午时分 王女士和他的堂哥 来到购买二手车的车行 车回来了我们收回来的 但是我们卖给了他了 然后他是在他人买的 他也不是在我人买 我也不认识 车最开始是你们收回来的 对 车有伤 我们卖给他有伤 那车一下子 二手车行口中的中介 便是王女士的堂哥 二手车行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当初由王女士堂哥 负责介绍购买 这出了事 还得找自己堂哥去理论 车辆出现问题 和车行没关系 随后这位工作人员 要求王女士 出示当时的购车合同 这时王女士傻了眼 由于当初相信自己的堂哥 只支付了购车款 并没有及时签合同 那么当初王女士堂哥 为何不及时签署购车合同呢 因为当初我让客户 过去跟他那边店里边签 店里边没给出示合同 然后让我签的话 我也没法签 因为车毕竟不是我的 我跟顾客签的话 也没有用 我代表不了严谨的车 我不可能签这个合同 堂哥让找中介 中介让找堂哥 双方互相推脱 都不想担责 王女士表示 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针对此事 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说到区马多 作为国家盐管的处方药品 即便是在医院 正常开药的剂量 也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要避免用药者 出现药物成瘾 所以说在各大药店 如果没有医院 出具的处方 原则上是没办法 购买到区马多药品的 但是一些不法分子 为了获利 总想以身是法 最近王清县公安局 就成功破获了 沿边首起 贩卖滥用区马多类 药品的案件 画面中的男子姓杨 是本案的嫌疑人 民警介绍 从2019年以来 杨某一直以中间商的身份 从盐吉长春某药店 购入区马多的药品 并转售给当地 有吸毒史的人员 而民警也正是依靠着 这些购买者提供的信息 成功将其抓获的 因为安德选亚国 它里面主要的成分是 盐吉长某 盐吉长某是我们国家 二级管控药品 也是能代替 毒品吸食的 我们在搞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发现 主要的这个安德选亚国 主要的来源 全是从事 这个药品的经营 或者是这个 这个药店 或者是批拔商的储蓉 流入出来 这个犯的钱人 在这些 在一个就是经销商储蓉 能买3000亿 据了解 几年来 杨某一直处于 已犯养息的状态当中 他低价从药店 购入区马多类药品 转手就以数倍的价格 转售给他人 并从中获利 过程中杨某使用的 基本上都是本人 或从网上下载的 他人身份证 驾驶证图片 妄图以此来逃避处罚 他们这个区马多 咱们这个 它是咱们这个储蓉药 咱们根据咱们这个 储方管理办法 一个人一周之内 凭本人身份证 还得凭储方 只能到要去买两盒 犯的行业人 以四十多张 四五十张 这个不同特性的人的身份证 联合销售人员 购买这个案子一百多 他们从经销销售中购买 可能是三十多 四十多 五十多 不等 但是这个人 贩卖给这个西部人员 他是按一盒一百块钱买的 民警介绍 本案共涉及 局马多三千四百余核 多达三万六千余片 涉案金额高达十余万元 目前涉案五名人员 已被汪清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天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 全国法院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活动 并现场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进行了视频连线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全省三级法院对一批 社民生设小微企业小标的执行案件 集中进行了发放执行案款的活动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我现在在位置是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指挥中心 一会在这里将进行集中发放执行案款的专项行动 现场将对四十余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发放公计百万余元的执行案款 上午十时三十分 四十三位申请执行人 准时来到朝阳法院执行局指挥中心 等待执行案款的发放 据了解 现场发放的执行案款中 其中有八十六万余元案款 是一起三十八件系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现场执行局法官逐一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 办理发放手续 这是我们一个结案的手续 和今天办的零款的一个手续 收款基本是两万人的 应该都写一下 好 来吧 我们院立案执行之后 集中插封了被执行人的五处房产 插封了所有的账号 同时对他进行了限制高消费这个强制措施 经过几次和被执行人的约谈 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返款义务的意愿 但是个人经济条件有限 不能立即执行 朝阳法院多名法官 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集中空间 最终被执行人白某筹得钱款后 主动将案款汇入法院账户 现在就是心情也挺高兴的 特别高兴 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家里的人 让他们都高兴一下 我们从强制执行到现在一个月就拿到钱了 绝对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法院 真是说人民的法院被人民做主的 俊卿特别好想买件衣服去 通过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系统联网 今天上午 全省三级法院在同一时间统一开展了执行案款发放活动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和辽元中院 大安法院 汪清法院进行了视频连线 实况进行现场执行案款发放工作 为了及时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全省三级法院从4月起集中清理发放执行案款 截止到11月10号 共发放执行案款84.73亿元 全省法院集中发放现场案款 合计是1103万元 涉及到案件的是363件 涉及案件当事人是212人 我们将以本次案款发放为细机 进一步加大对执行案款的规范管理 彻底清理抄击未发放案款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难囚犯问题 及时兑现人民群众胜诉权益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双十一购物狂欢之后 接踵而至的就是心心念念的 收快递的环节了 不过在拆包裹开心的时候 大家也不能放松警惕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国内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 快递包裹表面核酸检测成阳性的事情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安全地接受快递呢 您好 签一下你的快递 小肚签一下快递 平时求快递的时候 就会进行哪些防疫的准备吗 先戴口罩 然后再检查一下快递 完事之后就让酒 手部会消毒喷酒精 有手部的消毒液 外皮不带回家 然后直接把那个拆开以后 把那个里边东西拿出来 那会用那个酒精喷壶什么的喷一喷吧 那倒没有 消费者收取快递时 是否需要做好保护 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记者来到了中国邮政 长春市风公司 幸福二路揽头部 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演示 建议大家在取快递的时候 戴好口罩 戴好那个一次性手套 完之后看好 油价的外包装是否有破损 完了之后把为了防疫 咱们酒精打在四周 都黑一遍 咱们把它挡开 内部再消一下毒 内部消完毒以后 把外包装尽快地放到 专用垃圾箱里 内件拿到家进行通风 再进行一次消毒 完了之后 咱们把这一次性手套 就脱下来之后 把手进行酒精消毒 其实消费者在取快递之前 快递公司每天都会对 到达各收发点的快递 进行逐一消毒 每一名快递员 也只有测温登记 个人消毒之后 才能进入快递包裹分检区 另外快递员 在将快递装车之后 还会再次对车辆 和快递接触区进行消毒 在这里 也提醒大家 取件时 首选快递柜 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聚集和接触 如果排队签收 最好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因为双十一的原因 邮件量特别大 希望居民看到短信 或者是取件码之后 能尽快地去取 避免扎堆取件 做好自身防疫工作 和消毒工作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手机微信小程序 现在已经全面融入 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像看新闻 点外卖 玩游戏 哪儿都少不了它 那么如今 小程序也成为了 长春市南关区 桃园街道文庙社区 网格化这里的新手段 以往遇到这些问题 一时半会儿 很难快速解决 但是如果你的定位 在长春市南关区 桃园街道文庙社区 那就可以换个步骤 搜索微信小程序 幸福桃园 你会发现 你的爆料 即刻就会有回应 发现这个盗网 化了以后太拧命了 这老头老太太上找事 你掺我 我掺你 也容易摔倒 完了我都通过 那个小程序 去报上去了 咱们办处 跟社区也特别重视 只要咱们反洋生问题 全部都处理了 这不是消除安全隐患吗 遇到积雪天气 市中的路面 是由华为工人 进行来清理 那么背街小巷 是由我们街道这边 那里进行兜底清理 那么这个小区 它比较特殊 它是物业器馆的小区 这个小区里面 老年人偏多 我们又联系了 这个辖区之内的 住街单位 像我们这个文庙博物馆 它也给我们出了志愿者 我们还联系了环卫工人 加上我们社区的工作者 一起把这个街路 进行了清扫 这个高效率工具的出现 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 一切互动都能在 弹指间快速传达 小程序里 除了添加社会治理类 还有居民诉求类 大到水滴众筹 小到一个被褥 手电 即使不会微信 还可以到党群服务站 或者拨打 呼叫接掌热线 反映问题 群众点单 党组织接单 党员领单 该程序从今年3月份上线以来 已经处理相关事件120余件 任领群众微信院96件 兑现88件 我们就想给老百姓 开辟一个途径和渠道 直接就跟街道和社区联系上 大的事件争取都在街巷内处理掉了 然后小的问题 在社区层面就能够解决 幸福桃源小程序的取用 不仅拓宽居民反映问题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 能及时倾听群众哨声 并迅速处置问题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身边小事 恰恰是百姓生活中的民生大事 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情与表 如今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野生动物也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给野生动物提供更好的救助 今天长春市市区内的救助站 正式成立了 长春市的野生动物种类 正不断增加 为更好的做好野生动物救助工作 今天上午 由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主办的 长春市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 进行接牌 经常会发生一些受伤 迷途 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 随着长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的 这个接牌成立 下一步对于我们整个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野生动物救助将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 这意味着 长春市有了首个市区内的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 就在长春市动物植物公园园内 现在我们是两个实验室 这个现在是这个叫临床实验室 动物的血液 包括分辨 包括尿液 我们进行一个常规的检查 还有一些实验的基础设备 现在设备呢 暂时做这些 还是可以够用的 长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主要负责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 在过去一个月内 约救助野生动物十余期 我们现在设立到这个本市市区 这样为这个救助争取更多的时间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再次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 可以直接拨打零四三一 八五六七三七五二 长春市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电话 或送至动植物公园 让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再次换话题 说到月亮的表情是有很多种的 像峨眉月 上弦月 迎突月 煞弦月等等 其中满月时发生的月片时和月全时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超级表情包 11月19号 一场近乎全时的月片时将在天雨上演 这是今年第二次月时 也是最后一次 本次月片时与北京时间15时18分迎来初亏 17时03分时渗 18时47分复原 将历时3小时29分 这次的月片时发生在日落时分 观测条件较好 无需熬夜就可以观看 此次月片时发生的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多钟 那此时月亮是不可见的 而时渗的时候是下午的5点03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找一个 东边比较开阔的地带 就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 带时月升的一个景象 月时的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 月球 地球和太阳处于一条直线的时候 月球和太阳在相对位置上的时候 地球的影子会扫过月球的表面 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月球表面会变暗了 那此时就是月时的一个现象 月象在一晚上的时间内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月时发生的完整流程中 月亮会在一晚上由圆到缺再复原 看到的这个月时啊 通常都是月球缺了一块 好像被这个传说中的天狗咬了一口一样 但如果我们用这个相机去拍摄的话 会发现在这个黑暗的部分 能够隐约的带着一些这个暗红色 这个呢是由于月球反射的是这个太阳光 由于进到地球的影子里太阳光被削弱 那余下的太阳光呢 受到地球大气层的散射之后呢 就变得有点发红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月时都是偏红色的 这么一场近乎全时的月缺时将在天狱上演 如何留下一张精彩照片 专业人士教你解锁拍摄月时的正确姿势 这一次的月缺时可以说它是一次最接近月全时的月缺时 它的这个缺时的直径大概达到了98%左右 所以观赏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对于拍摄的话呢 比较专业的这个摄影器材 甚至包括我们平常使用的手机都可以来进行拍摄 到时候只需要用一些保持稳定的三脚架 就可以拍摄到月缺时的现象 欢迎回来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自2003年2月16号上市以来 已经陪伴了广大公众走过了18个春秋 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了温暖和关爱 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惊喜和快乐 为了回馈广大公众和固彩者的支持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再度开启 一场年末盛宴即将开始 从1月16号开始连续派奖27大奖小奖都翻翻 担注可中2000万超级造福节 12亿大派奖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 随着万龙碑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复赛的结束 此次大赛的上半段赛程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来自全国各知名高校和各节电视台的1000多名选手 经过了近三个月的比拼 优秀选手已经脱颖而出 再来预告一下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热播的年代谍战大戏 红强威今晚将会播出第7至10集 在今晚剧情中 国民党军委会为了围剿井冈山的红军 专门制定了一个围剿计划 在军事会议上围剿计划的内容不允许做笔录 但夏宇竹凭证 故人的记忆里将整个计划备了下来 而这份情报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更多精彩剧情让我们共同关注今晚的经典绽放剧场红强威 好 今晚的节目就这些 再见